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 在门正习出委会 要征求国际国会的投案 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 感觉很激动 应该是49年的7月份 7月14号左右 全国政协发出了一个 征集国家的启示 我的伯父曾连松 当时在工作时候也看到了启示 当时他也非常激动 也就是新中国成立 作为一个公民 要积极参与 对新中国的贡献 也构思了很多的方案 也是名思苦想 十多天 饭也吃不好 觉也睡不好 当时他在想 一颗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领导 工农群众 江山 那么又想到四颗星 工人阶级 农民阶级 小资产阶级 民主资产阶级 将来建设 新中国的主要力量 那么他基本构思就出来了 三千多面设计稿件 各有特长 都反映中国的历史文化 人文地理 都非常优秀 那么脱颖而出 那么很多人也在问 这个设计师是谁 怎么会设计那么一个稿件 那么设计师也是一样 曾连生一直到第二年 才收到了 当时中央办公厅发的函 说你设计的稿件 我们已经采纳 对他的设计稿件 对国家做出贡献 给予表彰 才确定 他是国旗唯一的设计者 五星红旗的排序是32号 那么郑连宗 当时设计红旗的时候 正好是32号 那么我们说历史 往往有惊人的巧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